好 好 大家来笑开心点 来 再来一张 好 可以了 同学们来 我给你借来一个特别牛的相机 你去那个教学楼跟前 我给你照一张去 你给他们照去 我还有点机子 我先走 什么事你照 哎 你这个怎么这样 怎么是你啊 子博哥 你到这来不上课 上课 不上了 退学了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不容 你看 哎呀 那我看看 你可以啊 你时间过得可真快 一转眼都四年 你都毕业了 哎 也就是不辜负你的期望吧 分配在哪儿 事件委办公室 哎呀 给领导端茶倒水 打扫卫生座起呗 你真行 我都有点羡慕你了 羡慕什么呀 咱俩都是打扫卫生 我在屋里 你在屋外 那这个不一样 叔叔 你说本来今天也应该是你毕业的日子 就这小本 你也应该有一个的 但是呢 你不用灰心 咱们还年轻 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哎 我就把话撂这了 以后 谁变成什么样 可真说不定了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要通过自己的秘密 改变你 就是的 哎 而且我觉得你以后能特别好 你能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都自卑 你就会说好听的哄我 哎 这个你说好了 嗯 哎 最老现在几点你知道吗 我出来时候四点心的也就四点半吧 哦 我还得有一个小时才能下班呢 你先回去吧 不用 我在这儿等你 你等一会儿啊 我家到了子博哥 再见啊 哎 叔叔叔叔 你不请我进去喝口水啊 你家就在那儿那么近 不是 那去你那儿聊聊天也行 有话你就说呗 你说 好 叔叔你看吧 这个男人 到了我这个年龄 就应该成家立业了 我现在呢 这个业算立了 可是你说我这个家 就让我帮你找对象呗 没问题 呸呸呸 什么你帮我找对象 我将就你还不行吗 什么叫将就啊 不不 口误口误 我高攀你总行了吧 叔叔说实话 我早就想好了 等我大学一毕业 我一有了工作 我就跟你求婚 你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 叔叔你就说你 现在可也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再说了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我比你都清楚 那咱俩得叫青梅竹马吧 再说 你看你身边这些男孩 有一个能赶上 我对你这么好吗 再说 咱现在那也是 事业稳定的路 所以我劝你了 过了我这村 可真就没有我这店了 你不臭美会死啊 所以叔叔 我今天正式地向你提出 嫁给我好吗 不 叔叔你都没好好想想 当然今天怪我 这节奏太快了 你这样 我给你时间 你好好想想 等你想清楚了 再给我答案 好吗 哥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还拿那么多东西啊 欣慰 哥 回来了 那个 部队里啊 部队里有些事要处理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回去慢慢说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我毕业啊 你毕业那是好事啊 爸肯定特高兴 你不回家 你上这儿来啊 青梅 你回来爸更高兴 赶紧回家看看你一会儿 好 我 我们先进去了 叔叔 啊 你好好想想 我等你答复 嗯 我帮我哥收拾东西去啊 子博哥再见 哎 行了 陈伯 事儿来了 你就得扛着 难受有什么用啊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还能怎么办啊 去跑跑安置办吧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好找嘛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找不找个多好的找个一般的总行吧 实在不行的话就去扫大街呗 扫大街也是靠自己的上手劳动 不丢人 我又没说扫大街丢人 行了别说了 行了别吵了 难得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 你们还跟小孩似的吵什么吵啊 吃饭吧 吃饭 陈伯 陈伯 嗯 那牙膏呢 我记得放厕包的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可能 走的时候忘拿了 那怎么办啊 那不行 给我管爸妈要你的 爸妈都睡了 你好意思啊 好 是啊 钮 你 你 来 吃饭了 我来 吃饭了 ér 哎子伯吃饭了啊 哎你们先去吧 哎子伯还没弄完呢吃饭了 哎我不去了 那要不帮你带个馒头吧 啊行随便吧谢谢啊 来找我磨了和 小梁哎王主任好 你们吃饭挺积极啊 哎小赵呢在办公室忙了 小赵挺有干劲啊 小赵 饭也不吃了 干什么呢 我可输了哪反了 呦 你上班时间波动烂铁干嘛 跟我过来 你上班时间波动烂铁干嘛 跟我过来 不是您喝水 坐下吧 没事主任务我站着就行 小赵就坐下说话 小赵 你是刚分到我们单位的大学生 你是新时代的接班人啊 是不是应该做好 模范带头的作用 上班就应该有个上班的样子 要是人人都向你 瞎倒过什么沸铜烂铁的话 还谈什么报销祖伯 建设祖伯呢 领导对你们这些有为的年轻人 是比较看重的 你是不是应该不让领导失望呢 带荣想 带荣怎么想了呢 你说什么想了 带荣想 赵子伯 你还想着那些破铁烂铁啊 不主任我 我什么都没说我 你没说 你长本事 心高气傲 领导的批评单耳平空啊 你给我站起来 我治不了你的是吧 不是我 马上去 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回来 不得少于五千字 去啊 领导 领导 那个 不用是特别重要的岗位 其实什么岗位我都能做 一般的就行 您先看看我写例 别说一般岗位了 就连看大门烧开水的岗位都满了 真的安置不了 我去开会了不送了啊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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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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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帮帮忙呗 爸妈都退休这么长时间了 再说我这么大日子 什么事都靠家里 说不就多让人笑啊 而且现在爸妈正操心 苏荣工作的事呢 咱就别跟着天了 操心苏荣干嘛呀 他不是有工作吗 那也不能扫一辈子大街啊 年纪轻轻的 有工作换 那就换一个呗 他自己那天不是说 扫大街是靠自己 双手劳动不光 不丢人那么的 你看你 你怎么就跟他过不去呢 妈有没有说 给他换什么工作呀 具体不太知道 好像听说有一个工厂 要考试招工 那不挺好的吗 那招工肯定不止招一个人 你去跟妈说说 让我也去试试 你就先别着急了 一个一个来呗 肯定能轮到你 轮到我得什么时候啊 机会不等人的 你就帮我去跟妈说一下 感谢观看